许多的小朋友最喜欢吃什么 布丁啊 看到没有 出现了 有没有看到 美味的布丁 好不好吃 我们家小朋友 每天都要吃一个布丁 我每次一门买了 在卖场买就买 一大盒 二十四个布丁 这样直接一桶弄回家 应该叫一包啦 一包带回去 但你有没有想过 布丁里面都真的是有鸡蛋吗 鸡蛋布丁 鸡蛋布丁 说起来好像都有鸡蛋 实际上来说 不一定都有鸡蛋 为什么 其实理由很简单 因为很多这种鸡蛋布丁 它不加鸡蛋 搞不好还更好吃哦 我们现在征求两位志愿的观众 要不要来上来试试 来来来 这位小朋友先举手了 要不要来试试看 放心这个绝对都没有毒了 他都是可以吃的东西 绝对可以吃的 两位小朋友来来来 来那位小男生来来来 过来过来过来 来来来 三个你可以来 来小朋友过来 小朋友 小男生你不要跑 快点快点快点吃吃看 你们还有没有那个汤匙 再拿一个汤匙 还有没有汤匙 来工作同仁还有没有汤匙 再来一个汤匙 两种都吃吃看 再来一些汤匙好不好 对 先挖一种吃吃看 你们先吃 吃吃看这三种不一定有什么差音 对对对 同学同学来来来来 你放暑假了吧 放暑假没 来来来 还没办法 来来来 站这边站这边 这样子面向镜头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这样你家人就会看到你站在台面上 有没有看到 布丁好不好吃 我们先问这小男生 你觉得布丁好不好吃 太好吃了 这个很好吃 好吃哦 赞哦 这个好不好吃 这个好不好吃 再来吃一个看看 吃吃看这个 吃吃看这个口味 那个没有咬到的 你看哪一个比较好吃 对 这个比较好吃是吧 哪一个好吃 这个 哦 你看到没有 这位小朋友说这个比较好吃 这个好吃 你觉得哪一个才是鸡蛋布丁 这个太难了啦 你怎么问人家 来来来 接下来 我们领个奖品 对对 大家先领个奖品 谢谢谢谢 谢谢 其实刚刚这位小弟弟告诉我们 大家多请个试试看 因为那个有汤匙 你试试看 试试看 来来来来 都来试一下 试一下才知道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你要想想看 许多的食物里面 你不知道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时候 你就要多方的尝试 尝试以后你才知道 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两种都试试看 哦 有没有看到布丁哦 布丁里面其实有 真的布丁 假的布丁 我们还不知道呢 好 来 吃了感觉怎么样 对 这个比较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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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下 弟弟你觉得呢 你觉得这两种哪个比较好吃 这个比较好吃 你也觉得这个好吃是不是 好 来 下来领奖品 谢谢谢谢 因为我们进度要快一点 我们准时要在八点半时候 要把它结束 对 因为我们要走live现场的 各位观众朋友 刚刚所有的 还有一个小妹妹 你觉得哪一种比较好吃 妹妹你觉得哪一种 都好吃 都好吃 好不好吃 好不好吃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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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吃一碗 没那么快 来 其实没关系 还有还有这个 是了没 你觉得哪一种 也是觉得这个比较好吃 大部分人都觉得 我左手边这个比较好吃 谢谢谢谢 那其实我告诉大家 这个才是鸡蛋布丁 什么 对 这个大家认为 比较不好吃的那个是鸡蛋布丁 怎么可能 对 因为理由非常简单 它的差别在哪里呢 因为正统的鸡蛋布丁的话 它应该是水 乳制品 砂糖 果汤 当然一个最重要的鸡蛋 然后植物油 乳化氨定计 乳化氨 乳化氨 当然要有鸡蛋 一定要有鸡蛋 没有鸡蛋 怎么叫鸡蛋布丁 然后胶糖精炎 然后当然它一定有使用的 黄色4号5号色素 可是呢 香料布丁呢 它是水 细砂糖 奶精 植物胶 奶粉 海藻抽出物 鸡蛋香精 鸡蛋香料 淡姐了淡姐了 您共识鸡蛋香料 对 它不是加鸡蛋 它是加鸡蛋香精 你说香料 对 然后寒天粉 寒天粉让它凝固 然后食用色素 黄色4号5号 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们想说鸡蛋布丁 这么简单的 你直接加鸡蛋就好啦 对啊 你为什么要这样 其实理由非常简单 因为便宜 因为加鸡蛋香精的话 你一个 你做一个鸡蛋布丁的成本 大概不要两块钱 什么 你说如果是加香精的 像这种的话 一个成本不要两块钱 对 你想想看 这个里面是加鸡蛋的 这个一颗鸡蛋 现在外面卖多少 有人知道吗 3块 4块 3块 3块 3块看到没有 卖3块钱的鸡蛋 居然布丁呢 成本价来说 你说多少钱 这个不到两块钱 不到两块 比一个鸡蛋还便宜 因为其实现在3块钱 要买到鸡蛋 已经是很会采买的人了 其实很多人都买到4、5块以上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用传统鸡蛋去做的话 其实它的制造过程比较复杂 然后它也比较不容易保存 然后再加上口味 大家吃了个半天 口味反而是加鸡蛋香精的 比较好 那你说我是老板会选哪一种 又便宜 大家又觉得好吃 我当然选了这个东西啊 我当然要选 选好吃的啊 是 所以当然理论上吃这个东西 它本身也没有什么毒性 它还是可以食用的 可是问题是呢 当我们花钱 我们是要买真正的鸡蛋布丁的时候 结果你吃到的是一个 没有鸡蛋的鸡蛋布丁 我请问大家 你心里头做何感想 所以我觉得 当然口味好吃是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为了你自己的安全 因为我们不知道这种东西你吃的 如果吃的很大量 像现在天气那么热 你如果 鸡蛋布丁加上个冰 这样刷冰 这样吃起来蛮好吃的啊 好吃的啊 要多舒服的 其实我现在已经很想跑去吃一碗了 对啊 可是呢 如果说我们每天去吃这些东西 到最后的结果是 你在身里头累积了不断的这些化学药品 大家想想看结果会是什么呢 所以我们既然已经花了钱去买了这些食品 我们既然要吃鸡蛋布丁 当然要吃真正鸡蛋做的布丁 如果没有这样的话 我们要拒绝吃它 希望大家保护自己的健康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